国军冒国旗变绿色,陆军官渡指挥部休闲冒被曝国旗颜色改为绿色,引发争议。 前著纽西兰代表借文吉表示,从我们中华民国的角度,根本就不只是损毁国旗罪,可说是叛国。 此风不可掌,再这样搞下去,台湾,整个国家就分裂了。 如果我们军方高层有这种人,不能坦然面对,这种军队,你会相信他吗? 国旗是不能随便让你这样乱图乱改的,这个是要判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。 借文吉25日在卢秀方腊晚报节目提到,中华民国刑法第160条第一项,公然损坏,除去或侮辱中华民国之国徽、国旗者,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,拘役或9000元以下罚金。 我不晓得那个官渡指挥官他知不知道,国旗不能随便乱改的。 借文吉表示,而且他今天做这个帽子,是拿人民的纳税钱,他不可能自己掏腰包。 他是拿老百姓的血汗钱,在那边做人情。 这当然要追究法律责任,国家的军队居然可以把你的国旗都改掉。 你这个国家已经分裂了。 借文吉直言,说穿了,现在人家常常讲,中华民国是个分裂的国家。 那不就分裂了吗? 连国旗都有两种,一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,一种是满地绿。 这也许表示,这个指挥官,他自己效忠的国家,跟我们效忠的国家是不一样的。 那从我们中华民国的角度,他是叛国啊。 借文吉强调,这是明显的叛国行为,根本就不只是损毁国旗罪了。 所以,这是一个法律必须要追溯,此风不可掌。 再这样搞下去,台湾基本上就分成两个,整个国家就分裂了。 你不晓得为哪个国家在奋斗啊? 不晓得我们在捍卫的是哪一个国家? 借文吉指出,那边一天到晚说要打,那我们这边就要问清楚,为哪一个国家而打。 如果发生这种状况的话,其实对民进党最不利。 他们现在想要团结人心,一起为他们的政权来打一仗。 结果我们发觉,他要我们捍卫的国家是这个国家。 还不存在的。 你有种就把中华民国宪法改了呀。 你有种就去改中华民国国号啊。 那你就去改国旗啊,这是哪一门子? 这种精明狗道之徒,陆军官渡指挥部休闲帽,被曝国旗颜色改为绿色,引发争议。 媒体人董志森表示,这种行为很明显是要拍马屁,绿色执政拔卓升迁,从沉水扁就改变很大,他会提拔候选名单的第三名,这样对方才会干脑涂地报效。 后来军警、公务司法体系越来越不中立,整个国家的励志随之大大败坏。 而这种时候爆出这个新闻,就像之前街头亲吻马伟妹的国安少将,是因为蔡英文、赖清德政权要交接了,民进党派系挺谁,大家分得很清楚。 阿扁那个时候也一样啊,警察,军人屈炎附事的,谁不升官? 阿扁当总统的时候,警察要入党啊,董志森25日在大新闻大爆卦节目提到,阿扁点名十个人,结果只有九个人去宣誓,有一个人摸到,他叫侯友宜,阿扁气得要死。 那时候叫精英入党,第一个报名的,就是赵建名。阿扁宝外就医后,就换赵建名进去官了,赵建名出狱之后,就换陈志忠进去官了,这家族是接力赛。 董志森表示,所以可以看到,我们这些该中立的机关,尤其军人,军人保护国家,军人是最不应该有颜色的。 但是,我们可以看到,这个是典型的拍马屁,但是拍得很难看。 现在军人不打仗,就靠这个升官的话,其实让人觉得匪夷所思。 最近有个军人被斗得很厉害,他带着马尾妹,在街上亲吻就被轰,因为他是赖清德的人,国安的少将。 为时磨打他?因为赖清德上任后,如果他变成国安局长,副局长,那我们怎么办? 所以在这个之前,先把他打下来。 因为现在国安,赖清德的手还伸不进去,要等520以后,董志森强调。 所以可以看到这种情况,大家抢着升官,互相有自己的派系,或者在这个颜色,我们是挺谁的? 其实大家是分得很清楚。 所以,这一次这个帽子,为时磨这个时候出现,被拿来讨论。 我告诉你,因为总统要换人了。 是哪一个? 哦,原来,你要去拍蔡英文的马屁,三年前。 将来赖清德的做法就不一样了。 董志森指出,原来这个人是蔡英文的人。 那我要升迁的话,我就勾其他人,这种升迁通常都是。 这个单位放出三个人的名字,但会跟你暗示说,这个人比较好,第一名,第二名,第三名。 过去陈水扁是怎么做? 他如果都不认识,他就升第三名。 第一名因为表现好,我不会感谢总统,不会感谢三军统帅。 第三名,阿扁竟然牵中我。 我就肝脑涂地,全力去报效。 董志森直言,本来我们国家的公务体系,军警是看考计,决定去升哪个人,这样比较公平。 但是民进党执政的时候,很多人就投机取巧,急这些机会来升官,司法官就借着起诉马英九。 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的时候,我们公务人员过去所谓应该行政中立,这些东西都不用讲了,现在连军人都不中立,司法官也不中立,让人觉得匪夷所思,所以整个国家的励志大大败坏。 陆军对此回应表示,采低适度的概念设计,并无政治考量。 针对陆营,有些人跳出来举证美军和解放军也有类似设计,前立委蔡正元指出,战斗军服的确是要低适度设计,但低适度设计一定是全套的,不会有一半低适度设计,另一半高适度设计。 媒体人谢韩冰直言,国军承受很多。